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与众不同节目 我是公文院产科国际所理学龙 全球的电动汽车市场 现阶段希望能够在整体的汽车续航力 汽车的性价比以及安全性上面进一步提升 能够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 从而从原先的燃油汽车 转移到电动汽车的使用 目前为止在续航力的部分上 在各家的电池大厂乃至于车厂 都专注于提升能量密度 以及电池的性价比提升的一些做法 在这些做法当中 在整体的汽车的需求上 希望能够进一步改善安全性能的提升 必须要说在过去十年 国际的电动车市场发展过程当中 仍然伴随了很多因为电池系统设计的差距 或者是在车辆使用的使用不当 充放电的问题上出现了可燃烧爆炸的问题 也因此目前为止 国际上各车厂都把电动汽车的安全性 视为是非常重要的改善解决方案 目前为止在安全性能的提升上 除了原先针对原有的锂离子电池进行安全性能的提升 或者是减少技术上 对于电池的燃烧爆炸的可能性降低之外 还有一种做法 就是把原先以液态有机电解液为主的电池性能的内容 把它转换成所谓的固态电池 藉由固态电解值的导入成为固态电池的设计 进而改善以及解决电池可能遇到 在高温过程当中遇到有机电解液的燃点 出现燃烧爆炸的可能性 也因此目前在电动汽车的产业当中 包含像欧系的B&W Mercedes-Benz 戴姆勒集团 又或者是像美国的福特 GM等等 这些汽车的大厂都纷纷的投入新创 以及像是在固态电池领域投资的贩头 目前在国内外 固态电池的领域的新创的公司超过20家 其中都有国际大厂在其中投资的身影 目前为止在台湾也有相关的厂商 现阶段已经跟德系的汽车大厂 以及越南的汽车产业大厂合作 希望能够将现有的固态电池的技术领域 进一步提升尽快的找入车用 商品量产化的范围 而目前台湾的业者 也试图在台湾以及国际上 进行新的生产工厂的建制 希望能够在短期的未来之内 作为未来固态电池的生产 彻底解决电动汽车可能出现的安全性 以及当结合其他活性物质更高的 正负级材料的时候 能够让电池的性能进一步的提升 在保障安全性的状态下 进一步能够让电池的容量 以及循环的寿命 电池的品质上能够进一步的维持 长时间的使用 从而让整体电动汽车的技术 能够有保持的更安全 在性能上持续的提升 台湾的业者 目前鉴于国际的离子电池市场 规模快速的发展 目前也因应下游顾客的主要需求 试图在台湾进一步建制 新的电池生产的工厂 包含台尼集团 鸿海集团 以及台塑集团 都有相对应的电池新的投产规划 目前为止 这些集团的业者 在进行投产规划的过程当中 都已经顺应 下游的客户对于长期未来 包含电动汽车 以及新兴的电池应用 这一部分的需求 现阶段来讲 台湾的厂商在电动超跑 国际的使用的无线家电 又或者是在电动汽车的领域上 目前为止都有一系列的订单 跟国内外的业者 跟国内外的车厂 进一步进行开发跟技术的合作 希望能够在长期切入国际的电动汽车市场的供应链 在这之前也需要建置电池新的供应厂商 电池新的量产的工厂 进一步让自己本身的电池新的性能 以及量产的规模能够到位之后 投入国际市场的相关的经营 以国际的固态电池领域来说 目前为止以全球累积的专利数量来说 丰田汽车丰田集团 目前为止是全球累积固态电池相关专利数量 最多的领先大厂之一 他们在2012年2015年以及2021年 分别都有一系列的新的固态电池 直接装设在运输工具 电动车乃至于东京奥运所协力的车辆上 目前为止在国际的量产的阶段上 丰田汽车对于固态电池的量产规划 目前为止也是最重要的 后续的一个观察的指标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收看 再会 感谢观看